尼西米记第二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尼西米记二章 一到十节 神的时候即帮助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三月 在王面前摆酒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王对我说 你既没有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烦 于是我甚惧怕 我对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 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王问我说 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莫道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 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王问我说 你去要多少日子 几时回来 我就定了日期 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 我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 求王赐我诏书 通知大河西的省长 准我经过 直到犹大 又赐诏书 通知管理王云林的雅萨 使他给我木料 坐鼠殿迎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 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王就允准我 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 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和伦人参巴拉 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就甚恼怒 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 城门 及百姓悲惨的情况 就立刻祷告 在神的面前进食 他盼望神使他在波斯王的面前蒙恩 好让他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城墙 但是神有他的时候 经过了四个月以后 尼西米才有机会 在亚达薛西王的面前 表明心意 向他成名要回国的计划 神非常恩待尼西米 不仅让他顺利回国 重建城墙 又能取得所需的资源 只要到了神的时候 万事就都齐备了 我们能从尼西米的经历中学到 除了要学会向神祷告 更要学会等待神的时候 因为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向神祷告和等候他 是我们得安息的根源 另外 我们也发现 尼西米强调 这一切都是 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神是帮助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如何 经历他的帮助呢 根据尼西米的叙述 我们看见 神会帮助那些 向他祷告的人 尼西米不但有 长时间的祷告 他也与人一起祷告 而他更是一个 随时祷告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使我们的外在 可能会面临许多的限制 但是我们的内心 能时刻向神祷告 随时祷告 是我们得帮助的秘诀 当王问尼西米 内心愁烦的缘由 尼西米知道 如何合宜地回答 当王问他要什么 他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当王问他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回来 他都可以清楚回答 可见得他在这四个月中 不但祷告 也为此对话 做了充足的准备 好让神可以使用它 感谢主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而他也必乐意帮助那些 已经预备好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会在他的时候 使用我们 让我们学习 像尼西米一样 专心祷告 仰望神 并且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致在神的机会来临时 可以承担属他的使命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做一个祷告的人 并能为你善尽职责 专心预备自己 好能承担 你所托付的责任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62篇8节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吐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阿们 我们要时时的倚靠他 在神面前请心吐一 因为真知道 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啊 是的 我们要时时的依靠你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是呼求我们的阿爸父 阿们 主啊 让我们时常可以来呼求阿爸父 因为你是我的盾牌 主啊 是我的荣耀 主啊 你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 我们每一天早晨 要来到你面前向你请心吐一 因为真知道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把我们心中所思所想 我们都要完全的向你来倾诉 谢谢主 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神 你乐意倾听我们的心声 阿们 谢谢你 因为你乐意倾听我们的心声 而且你是到如今都对我们说话的主 主啊 当我们用祷告把我们的一切事情交托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 你就成为我们的依靠 主啊 在神的时候 你就要帮助我们 是的 主 你是我们的依靠 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你 因为真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 但是靠耶稣 凡事都能 谢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是的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